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谢你 校长我不在直播室见他 上一次就是在饭局 都在政府房屋 上次讲政改 互不引述 但由那时到现在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又想听一下校长一些不同的看法 尤其是我的想法是希望解困中环 即是你就算占领与不占领也好 你都希望这个困可以解 对 有些人就不想有人占领 有些人占领最希望可以争取到些东西 争取到就尽快散去 但终极都是无论什么派系 都是想解困局 我就用这个出发点 无分党派这样出发 亦都不是在针对哪一边 因为有时有一边就说我是反占中 有边是占中 这样很难谈 我又觉得第一流校长是像这种人 对 我很少讲政治 最近为什么要讲呢 我都是对这个民族很忧心 所以才出来讲 不如我退后一点 说一个再大一点的问题 那你就资深教育界人士 其实你怎样看这几代的学生 去讨论和参与政治 因为我们 比如我记得我这一代 其实是学乱 大学生是比较积极一点 可能是大家记得给人印象深刻一点 可能是张韵琪被人抬走 那类的事件 到现在就去到中学生 甚至乎有这样的说法 就说 贺民思潮班中学生 带着政治老鬼走 这个说法 我想政治元老 就不会完全同意 但是又的一个人 已经觉得有观感上是这样 你怎样看呢 其实近过去这十八个月 你觉得这个情况是怎样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经常都不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 经常上一代人就说 下一代不行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 很不要得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下一代 其实很多地方 都比上一代优胜 只不过 当然每一代人都有 每一代人的特点 你喜欢做缺点 有时都没办法 就是这样 但我刚才没有这么说 我知道 我知道 没有办法 其实是特点 就是这样 当然 你从来看 不同代人都要互相学习 例如我举一个例 就是用回 李大乐 四代香港人的说法 第一代 不要说 因为很少发声 其实第二代 即是我们这代 即是战后婴儿 其实是得益于教育 和社会流动 很多现在都在社会里面 就算退休也好 都在社会里面 只要是比较重要的位置 不过如果我们不想想 怎样去帮下一代 他们有他们发展的机会 你还死在那里下 那就难怪 跟着那一代人 三四十岁 整天觉得出不了头 其实现在很多社会运动 都是这批人带头 就是因为他觉得 你们说有社会流动 你们说有狮子生下精神 有些人信 有些人不信 有些人说狮子生下精神 是精神鸦片 原因就是因为你做极 我都想不到他 因为你前面有个人顶着 他变成了有些分世疾俗 即是社会流动是流的 是的 不是 是有流动 不是向下流 不是向上流 就是这样 下一代 其实我们这些子女那一代 如果是父母 就代他们安排 其实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做法 这代人 我觉得反而 你看他好像很激进 其实就未必 三四十岁那些 我觉得反而在社会运动里面 现在就占牢头角了 我觉得 如果你说最近的政改 我其实很少说 譬如把你刚才的花式套进去政改 是的 你套进去政改 譬如我的想法 我相信和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或者都未必完全一样 但我有一个想法 那天陈冠宗回来香港讲话的时候 我晚上有跟他吃饭 他说了句话也挺触动我 他就说我们这代人 其实希望循序漸进 都很有民主 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而难得 人大常委会都说 2017年可以有普选 就是这样 我们就希望能够真的将这件事 是 当然普选未必解决所有问题 但是起码都会帮到香港的政治 解决了一些困局 而且香港应该是尽尽尽尽尽尽 就是一件想了很久的事 是的 终于有了承诺 也很想做起它 也希望我们这代人做好它 因为如果再留给下一代做 都不太负责任 这句话就很触动我 因为你是校长 功课被做起 是的 没错 那我就说 我都要出来帮忙 但我看到现在问题难度很大 我曾经都在报纸说过 我是一个 我天生是乐观的 但对这件事 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 不过就不是绝望 所以希望做到一些事情 但这个问题客观上是怎样呢 先不要算年纪 其实确实呢 主观上 或者客观上 在江谱的两头 其实有两堆人 就是自觉或不自觉 都会在这件事原地达报 OK 两头最激进的人 都会在这件事原地达报 一个就是 为何要普选呢 普选之后一定是好的吗 另一个人就是 我一定要达到那些什么的方案 或者意识到比较一步到位 但是这件事其实是 在现实上 未必会做得到的 就算你用很多方法 去逼特区政府或中央 但在中间 虽然里面有不同的声音 但我觉得 慢慢谈论方案也好 或者再望远一点 普选之后 香港是怎样才能够做到 有好的管治 不是普选 就会自动解决到管治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两个问题上 大家求同注意 找到一个好的方案 再想完一步 使得中央都会觉得 普选之后 管治是真的会改善的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的 不是整个普选制度 我觉得 产生普选的机会就开始大了 刚才你说的两点 我想跟随 我觉得也很重要 重要的地方是重要 而没有人说的 所以更加要说 第一就是你说到求同存异 其实现在真的少 真的不说 现在只是 三人门都会求同存异 但公开说 公开说 各自动之 其生出来 怕被人插 各自有之其生 所以 我想 求同存异的 应该说同位在哪 我觉得很重要 譬如说 我经常都说 对上两次政改 香港其实不是很多政改经验 对上两次政改 一次可以 一次不行 刚刚那次可以 可以是因为民主党 你说他进入中联办也好 还是他出了一个学者 和他一起共同思考的方案 可以将功能组 变成 几乎是全香港普选 除非是原来的功能组 这是一个同位 我觉得 那个同位 令到 八百人变成千亿人 相对不是一个争拗点 这个位 今次 会不会找到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点 更少人说 想长远一点 你也要说给建制 或者说给中央 其实真是好事 还有有足够的人 会使到普选之后 使到管治变好 管治变好这点 我也在想 死了 信不信的呢 这个是用什么方式说 才可以呢 那我们分两个部分 好 然后看看有没有具体方案 大家想想 不如说 求同传异 二就很清楚 现在是 有没有同位呢 如果在中央的角度 同时有相对 又乔晓阳说他的想法 当他是个人想法 到最近习近平的说法 就很短了 其实我觉得短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变了其他的规限 没有说过 即是你说习近平 最近在巴黎 见梁振英 说要跟回基本法 和人大常委会决定 和人大常委会决定 不能违法 不能违法 是的 不能违法 我觉得这个框架下面 其实 可以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不过就算这么说 我想说回一点 其实我其中 希望我能够做到的事情 就是 一方面 因为我自己的身份 我都是全国政协 有机会影响到一些建制的人 或者是内地的官员 都有机会谈谈 但同时间 我和泛民的很多朋友 其实是大学的同学 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计谈 我也希望 我希望用一个比较 第三者 不要这么叫自己第三者 做一个比较中间的看法 就是说 大家如果角走极端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好了 这个问题 我想如何去讨论 这个问题 我用一个法律的观点 因为习近平也是说 不要违法 基本法 人大常委会规定 在中国对法律的看法 前台词就是 写了是这样 就要这样做 没有写的就是最好不好做 但是如果在泛民的 很多受西方的 教育观念的人 就是 没有说过不可以做 他就可以做 这个 人家叫做 普通法基础 是的 但是如果在中国来说 就会觉得 这个是 玩插面球 或者有意犯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 譬如说 你最近有讲公民提名 最近有讲公民提名 我有理由相信 中央觉得 双轨制 是 违反了 基本法道人大常委会的规定 他觉得 当然 如果从法文的角度 你没有说过 不可以在程序里面 如何有公民提名的程序 那就是可以了 他们的角度 至少有一条轨是可以的 是的 但是 如果这样各自己见 其实是 只是这个问题 已经使得 那件事 在五部曲里面 就愿意答报 但是如果你说 我撇开这个不说 我们接受 基本法说 我们其实是需要 由 一个 提名委员会 当这个提名委员会的组成 你可以谈 然后他透过一个 什么方法 去得出候选人 这个也可以谈 和那些候选人 需要有什么 是法律可以行得通的 规定的资格 这个梁爱思 也有公开说过 爱国爱港 当然他也想 爱国爱港 但是其实这个 在法律上面 是没有办法 写下来的 那你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这个 在中央会相对比较放心 因为他也很坦白说 他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 虽然说是一国两制也好 我相信他现在在理论上 未必容易 就算他很开放也好 是想得通 如何接受一个 可能和中央不合作的行政长官 有机会 有机会 是有机会不合作的 他真的担心 其实是正常的 我想他是未遇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 对于 提平委员会的组成 他的所谓民主程序 到那些人的候选资格 是可以在法律上面 可以有所规定的 等等 如果这些问题 这是个方案上的问题 至于首尾门 永远 那个问题都不需要讨论 中央有实质的决定 是可以不任命的 这些问题 我觉得不需要太多讨论 他本来也有 是的 你拿回来和他说 其实你可以搜尾门 我经常想 中央的反应是 不得都有 你拿这些有的东西来商量 是不是想放我上桌 可能是怎么回想 我觉得这些问题 我觉得大家可以 在那个 虽然有不同 慢慢去找到那个 同出来 其实就是具体一个方案 例如 我听到有些泛民的朋友 我们可不可以 提名委员会的选举成份 会加大 例如团体变成个人票 诸如此类 人数增加 这些就可以谈 接着 你说几多分之几的人会同意 最后是机构提名 如果你说 每个候选人都要50% 我相信泛民的朋友 就比较难接受 因为有机会 个个都不可以 例如 你说的是45条里面 就是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经民主程序后提名 是的 民主程序没有说几多分之几 是的 民主程序可以是每个人 足够签名 第一个人 投一次票 过半数才可以进入 或者百分之几 就行 上次的百分之几 其实没有提名委员会 是的 我知道 选举的时候有百分之几 例如 例如 这个有机会进入 至于 我最后 我们世界上的选举 都很少 有八个人出来选 你说 我最后 我希望能够变成三个人 那你就两轮的选举 偶尔都有 是的 法国总统选举 你可以两轮的选举 都是选举 但他起码先出来 但刚才你所说的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 那个童位 童子位 那个童子位 其实就摸到提名门栏 是的 这个范围 还可以谈 是的 我经常觉得提名委员会 一个组成 其实大家有没有可能 有 有共识 还是 我的组成 我觉得现在 大家好像未触碰到 那个位置 提名门栏 反而大家都有机会 真的落场谈一下 是的 但是组成似乎 落差很大 一边就说 其实人大常委的决定 都基本上 告诉你 你要参考那1200人 是的 那是四分之一 就是四个界别 泛民就说 不是 是可参考 可参考 接着就插边球 可参考 就是可以不参考 是的 这个就 就开始有些反应 于是乎 怎样组成呢 是的 就没有什么具体 可以大家找到 一个童子位在哪里 不是 我觉得这个要谈 亦都未必是一次的选举 即刻达至到某一方的 完全 心目中的位置 那你都可以有个 循序渐进过程 是 是的 因为这个世界 所有事情都可以 一步步离 当然太慢 你当然不接受 是吧 譬如 陈冠中可以吗 陈冠中那个 我觉得他有他的 point 虽然 其实陈冠中跟我 觉得和王永平的说法 好像表面上一样 其实有些不一样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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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不分别 是的 是的 他抓了平叔上来 是的 解一次 是的 他两个都是最后用立法会 其实是不同的 因为陈冠中的 logic 我觉得 我不是说平叔 是不对 但我觉得比较合理的 就是当立法会也是 有的 普选之后 他的代表性是强很多的 因为现在整个立法会 虽然都是选举产生 他不是一个 心目中 就是一个 当然有的 有公共团体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 但问题是 立法会要普选是另一个 另一个问题 就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你再次拼下来 太多支持 就不容易解决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家都要很理性 是 所以我觉得中间派 就是所谓中间派一点 虽然他们有分歧 是要大家很理性地去谈 还有就是 大家都要互相提醒 例如这样做 可能市民 或者比较支持民主速度 快一点的人 会不赞成 这边可能 也要提 喂 你这样做 打插边球 可能中央也会不赞成 我们慢慢慢慢 是有机会 我希望 虽然我都觉得难度很高 但如果不是这样做 各持己见 那就是原地答报 那不用做事也可以 我跟校长问一下功课 趁你起来 我经常觉得平叔的意思就是 中规立法会都会普选 所以现在就稳定 当70人 现在立法会有70人 当这70人就是提名委员会 由1200人变成70人 而这70人本来都是提名委员会 但因为里面有功能组别 所以反映第一第二 主要是第一第二 小部分第三界别的人 他就有这个看法 而陈冠宗的看法 就是 这次不要说那么多 千亿人袋一落袋 大家来一次 你很不满意的提名程序 至少普选那一段 大家做一次 希望2020年 普选立法会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 要承诺2020年普选立法会 之后2022年 就只是用立法会 来普选行政长官 我其实都未跟陈冠宗 有机会在那个位置很细节 所以其实是不同的 平叔就说 已经开始做了 但现在我都知道有30个不是的 不要紧 终归他们的30个都要变为民选 他就用这个想法去做 陈冠宗就说不是的 其实陈冠宗是再保守一点点的 就是现在这千亿人不要动他 选委会顺利过度去提名委员会 然后再看2020年的情况 再决定2022年怎么做 所以陈冠宗对很多人来说是走得慢一点 对很多人来说 如果你再问一般建制派 理解乔喜阳的说法 又有不同的故事 因为他会觉得要维持四个界别 若莫类似千亿人的组成 而这些千亿人是由四个界别产生的 至于你的选举办法怎么产生 那又是有些动动 当然如果从这个角度 也有一些法民的朋友说 变成新构组的做法 有些就说不要那么快 变得那么快 这个又是另一种思路 就是胡安清 是的 是另一个思路 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大家拿出来探讨 但是如果你说 再加上公民提名 即双卫证 我不是说公民提名 它没有一个国际的依据 我不是说这个 但是以刚才我理解 中国一般从他理解基本法 或者人大常委规定的思路来说 我相信这个想法 我会觉得他们会是至爱生枝 是 因为你说全民提名 还是公民提名 都好 其实某程度上 他没有了所谓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是的 当然你讨论三百多万人做提名委员会 行不行 其实就不用讨论 我觉得 其实在法律上你都知道 这个是 to the effect 其实已经等于废了提名委员会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所谓違法不違法的讨论 以及从台湾的经验 这个实际上去做 都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 其实如果没有政党 或者没有经济能力 很难做这件事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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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宋楚瑜当年提名的经验 有些泛民朋友都自己私底下说 雖然公开都表示 可以接受公民提名 他说想哪个泛民输 最好行公民提名 因为他做完那些核对的人的身份 那些座署团已经散了 都不用在后面选都可以 因为上次宋楚瑜好像差不多有四分一 是核出来 四个提名有一张是要养走的 是的 你做完就散了 如果就着组成方面 我们刚才先不说公民提名 全民提名那一部分 那应该怎么思考呢 应该思考好像王永平那样大刀闊斧 还是好像陈冠宗那样说 这次不要搞提名委员会 还是应该怎么想 从中国人的思路 我觉得都是进序渐进好一点 就是不要太多太大的变化 但你只要在原来的基础上限制一步 当然这一步有多大呢 这个大家可以谈的 我觉得逐个逐个问题去解决 就会解决到方案上的问题 但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我看过有些不是建制派的人提出来 反而是泛民的朋友提出来 就是说特首的参选人 或者以后面的候选人 需要做两个宣誓 以前是一个宣誓的 就是宣誓效忠基本法 现在就说 因为特首的特殊性 是要求他宣誓效忠中华民共和国的宣法 我知道这个说法 对于一些有部分的法民朋友来说 是他会有政治上的困难 因为他可能反对一党专政 他可能会有反对二十三条立法 就是有很多这些关系 但我听了部分法民朋友的说法 他可以保留这个立场 不过他不参选特首就可以了 是的 我也听过 如果他参选特首的话 其实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这个也是中央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说那个特首 有没有能力另一件事 他是会有机会 跟中央是对抗的 或者以致到是不合作的 这个既对香港都不好 实际上他是在理论上 就是解不通这个结 是吧 可能会是自己的 虽然一国两制也好 就是会有一个地方的行政首长 现在这个首长 是这个地方 跟那个国家的最重要的联系 他是会不同的 不愿意宣逝下宗 是的 或者具体一点 就是不同意宣逝下宗 是的 是的 如果你做了这个事情 我相信 当然你说他可以发假 但是我觉得这样 你变得任不任命 或者将来不任命 也有个根据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有趣的提法 但是这些究竟 摆不摆下去整个选举程序里面 这些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谈的 我的意思是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听到一些建议值得大家讨论 而且是属于想他成事的 不是想他不成事的 其实应该大家坐下 而且这个讨论 接着引申这个问题 这个讨论 我觉得其实是 会帮到香港 那个 减低撕裂的 是 因为这批人 其实他已经相对比较近 如果在正改这个问题上 能够坐下谈 现在慢慢谈出一些结论 正好和现在香港的气氛是相反的 因为现在香港的气氛 每个人站硬在撕裂 其实不好 其实不好 这个世界哪会有一个地方 是撕裂的 会达成任何东西 我告诉你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波子旗 你有没有捉波子旗 有 现在不知这代不喜欢捉波子旗 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正改不是捉象棋 是 不是坐河汉界 逗快吃了你的公 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像捉波子旗 六家人坐下 就玩入棋 是 玩入棋 尽快就过去对面 是 但现在大家 都没有人走 又不入棋 又不吃棋 大家的波子旗 大家看着波子旗 这个就 真的没用 我觉得是 放下盆棋 大家没人捉 但如果我看你刚才说的 我尝试和你分享 我有个新想法 看看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 譬如说 王永平和陈冠宗的说法 其实他背后有个理念 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令到全香港人 有份参与 那个提名程序 而那个提名程序 可能是 譬如王永平和陈冠宗都说 你最终透过立法会 是可以做到全民 间接透过立法会 可以做到提名的效果 也不需要废议 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只不过跟立法会 是对等了 问题就是 亦都有人担心 你只得立法会议员提名 有一个政治化之外 就是 会不会将来特首 每次都要跟那几个 提名他的立法会议员 你说组成联盟又可以 或者反过来 要听 抓紧就命 亦都可以的 有这个担心 所以我再加上一个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平台 是一人一票的 普选产生的 就是2016届的区议员 可不可以 但是跟真普选联盟 那个想法不一样 可不可以他在 譬如立法会 他要拿到十个提名 再加在区议会 拿到六十个提名 那区议会有四百三十一个 民选议员 你说当有七个人跑出 那就大概六十人 那立法会有七十人 你说十个提名 又有 就是最多七个候选人 当然大家都知道 不会有七个 那我就用这个方法去想 可不可以是 你要够资格去提名 那提名委员会 就是由立法会 再加上区议会 但是各自需要的 议员的票数 就不一样 但是目标 都是希望可以出到 就是七个人 那你就有个想法 就是你在政治上 你在议会上 都一定的人会支持你 但是同时间 你在民生和地区议题上 你都有一定的认知 你就未至于 只是玩政治 你都会有些民生的理解 我就有个这样的新的想法 其实我相信这类 我相信这类 还有很多组合的想法 都可以大家谈 吃糊 是 是 其实大家最后的想法 就是 一步到位 一步分几步去做 就是分阶段去做 而我们分阶段去做 一定是循序漸进 而不是循序漸推 就是说 做到每个市民 直接或间接都可以有得参与 其实是这样的 当然未必等 每个一票未必等值 就是这样 我觉得就算千人都可以 你扩大它 好像那个选举成分 都是有些近似的做法 那千人里面 你可以包含区议员 法会议员 就是 就是还有很多方法 我就觉得这个可以 留给 就是 一些政党 自己去 去谈 如果我问你 今日 2013年10月中的评估 你觉得要留下 那四个框架这一点 就是 机会有多大 是啊 我感觉上 如果从中国官员的口风 当然这个口风 不一定是最后的结果 一路会变的 是的 我觉得他们 他们都会想这个更多 因为他其实 第一 假设 枉白一点 就是想 那个 我们就算开放了 就是那个 所谓的法民都可以入閘 但是他们希望第一个安全系数 会高一点 第二个问题 我就想 就是带入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他们都 我相信他们都会想 有普选 可能会在政治上 解决了一个 情义结 就是香港 什么时候可以行程一步 在普遍普选 这也是很多人说 如果没有普选 香港的 damage control很难做 就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 尤其是曾鲁诚 说了几次 是的 是 他现在心自反省 但是 如果你问我的问题 就是 如果你反过来 也有很多 比较连长 或者你可以说 比较和建制想法 比较一致的 选民 他又反过来想 有普选 是不是香港就万事大吉呢 或者可能 问题 就解决了普选的情义结局 反而管制越来越差都不顶 就是 这个其实 有机会 会出现 因为你看回很多国家 近年 其实是 很多政治学的书都说 普选的代价 或者 以至书都说 Dark side of civil society 也有 就是有这样的书 我觉得 其实这个是因为 西方式的木选举 它是产生了一些 负面的现象出来 就使得以往觉得 西方式的民主 是解决问题 这个想法 可能有受到一些挑战 但是我个人觉得 始终 民主制度 就是 你说它有很多不好处都好 你暂时未必想到一个好过它的制度 是 这个也是 刚才你说 我说 比小人谈的 就是 如何去 具体的 展示给所有持份者看 是 普选能够令到 在香港这个特殊环境里面 管制会变好 是的 没错 不只是有共识 或者是解决了情意见 而这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 当然 因为管制更加好 不外乎是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管制的认受性 这个普选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 好似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但其实制度的问题 我认为第一 它的变化不可能太快 而且制度的设计 有时 你一番好意的设计 可能它由后面落实的时候 会出问题 例如 问责制 也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反而来 专注另一个问题 就是 我这样说 我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人 我觉得香港 真的 近年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 愿意参与政治 没有国人政治 参与公职的人 是愈来少的 根本 很多人都不愿意出来参与 当然 很多人愿意参与 但未必能够做到好的管制 其实问题 我这样想 比如说 如果当是建制派做特首 他有没有足够的人才和能力 去组成一个班子 包括公务员 他形成一个管理班子 大家都会觉得 明天会更好的管制 我相信 不容易 连建制都不行 不 大家有信心 是的 因为 你刚才说是建制 是的 通常人们说是泛民 泛民更加不用说 但是他们有好人 他们有好人 有好人 他们一定有两次坐 因为他们只不过过往参与 可能参与过建制派 他们都不容易使得这件事会发生得好 是 因为一个特首产生在三月份 我想他最快埋班 就是五月 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而且 他要推荐的政纲去酝酿 一定是他三月份支持那份政纲 还要世神匹院说 他当选后就要落实这份政纲 但是这份政纲 其实那个政策基础 或者那个研究基础 其实我觉得不足够 是 好了 七月就已经上任了 你想想一个这么短的时间 现在的情况下 除非那个人是处心積累 是很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被人打沉 因为香港的媒介一早就发现 他已经很论盡了 其实 是没有可能会组到一个很完美的班子 你这个说法真是有趣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三月尾选完 你基本上 才可以组班 支持他又不准有政党背景 然后你当20多日选完 其实你迪迅 一般企业和团体三个月通知 是很困难的 是 如果你要七月一日上班 其实你三月三十一日要递信 是 那你其实只有一个礼拜埋班 一个礼拜埋班 你还没讲资格审查 是 万一不行 你又要再找个理想 事实上 每一个特首 我相信将来 如果这个制度不改变 或者我们有想办法去帮他补救 他都会面对同一个困境 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个困境 即是三月选就未必得到 是 不是 所以我就有个想法就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一些比较中间的人 你已经开始去谈 除了解决一个方案 其实这班人当中 如果第一 大家一起走完的时候 大家互相胆 多一些 就多一些肯出来做局长 或者做各种公职 这班人其实 就已经是一个班底 是 是 但这个班底 一说 其实 他不会称一息 不会称一息 来自建制 也不会称一息 来自泛民 正确一定是混一息 他一定是一个 比较近 一个联盟政府的认识 是 有什么不好 我回想 我觉得其实两边都有人才 如果大家能够谈得起来 而又开始 不只是解决普选方案 而是向前走多一步 去想想两件事 管治如何做得好 以及做多些政策研究 你现在还有几年 是 坦白说 得罪说 任何一个特首想任的时候 他那个政策研究基础 我觉得是不够的 一定不够 很多是桌底交易的基础 一定不够 因为要争取那些 豁无选民的支持 政治基础 将来更加要民粹 因为那是全民的选举 但我觉得香港的管治问题 一个是人的问题 一个是政策研究的基础问题 我觉得如果今次 讨论普选方案的过程当中 能够顺利把这些人转移到另一边 我认为中央应该是有较大信心 这个团队 当然要他接受 那些人 这个团队是会比过去管治的团队 的组成 是比较成熟 我想刚才阿蒂希立校长 对不起 都是改不了校长 其实讲了两个很重要的点 第一就是 之前那些方案 那个提名委员会的组成 其实跟最终的买班 怎样都要左中右 是呀 什么派系都有 除非江普极端那些 可能他未必会参与 但怎样都有 可能没有头尾 一万九万 一同九同 是的 是的 没错 那个团队是一定齐 我都希望是这样 因为这样就会使得社会 施叠慢慢拉近 这个就是组成的排阵 无论是提名的排阵 还是最终的管治团队的排阵 第二点我觉得是 你要证明给所有人 无论是中央 建制繁文体 管治会好 现在聚焦得太多 在政治交易上 而是说 究竟大家的brain power 是的 没错 有多少呢 其实很多普通市民 都是想聪明的人出来做 这个很传统中 是言者居知 是的 我不是想你哪个派别出来做 这个很极端 但是你 那就是 肯定不是 我支持这个派别 他就算是一个蠢的 我都支持 是没有香港人会打开 是的 对 其实是聪明的人 只要是那一份他做得好 反过来就可以 他这么聪明 我不管他什么派别 他们自己是聪明的 那就可以了 这个有趣 怎样可以令到多些有brain power 用脑子 而不是只是用计谋的人 肯定出来和坐下谈 那就是现在 我想起码 今天 2013年年尾 是的 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 他们的插入点 就是谈过政制的方案 不过呢 谈过政制方案 就不要收工资 继续谈下去 这个真是 真是可以 不是不是 这是我的希望 这是我的希望 多谢你 你今天用了一堂的时间 一堂的时间 一堂的时间 不不不不 我想刚才里面有很多重点 值得大家再去深化它 我都最后要说 可能我的想法 是too simple too naive 都不定 但是我都真的觉得 今次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刻 但是我是抱有期望 多谢大希腊校长 多谢你 谢谢 明镜见 明镜关 明镜本